Hello 大家好 我是貝克十五 今天來到愛情QA主題啦 以下是易小姐的來信 不好意思打擾了 真的很不好意思 內容有點長 有件事情要來麻煩請教你了 是這樣的 前陣子我在交友軟體上認識一個男生 聊天後覺得蠻聊的來 又進而得知我們就住在附近 聊了大概三天 男生一開始是說想到我工作的地方找我 後來演變成他直接約我吃飯 所以我們在聊天的第四天就見面了 現在想想當下怎麼會就這樣答應了 一整個相處下來 覺得這個男生不論對工作還是家庭 都蠻有組件的也很顧家 也覺得我們的價值觀很像 但一直到我們第二次出去 賀蘭發現也許是生活圈不同 我似乎不太能理解他的一些想法 但感覺到對方似乎覺得這短短四天的時間 我們彼此就算熟悉 覺得已經可以進展到成為男女朋友 回到當天我們出去的情況 那天我們邊走邊聊天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手靠太近的關係讓他誤會 突然發現他的手做事要牽我的手了 結果不一會兒 他就直接問我可以牽我的手嗎 當下我完全被嚇到 也不知道要怎麼反應 竟然就脫口答應了 暈 但我一開始會答應復約的想法是 想先認識對方而已 沒有其他想法 這之間是不是我做了什麼讓他誤會了 另外從我們第一次見面到現在前前後後有約出去幾次 爬山跟單純吃個飯這幾次相處下來 除了感覺他跟家人的感情真的很好 尤其是他的媽媽 會這麼說的原因是因為跟他聊天時他很常提到他媽媽 最讓嚇到的地方是他媽媽說 如果我們要交往的話 一定要像朋友一樣相處半年 半年後彼此都確定心意會比較好 這個部分我很可以理解 但現在讓我最困惑的地方也是讓我感到有點擔心的事 這個男生在我們見面第二次 怎麼就覺得他對我是喜歡的感覺 我因為想多認識他一些所以都會去復約 不過前提是正常的見面 但他給我的感覺是已經在追求的階段 雖然沒有做出越局的行為 因為我跟他表明我們目前就是朋友的相處 畢竟彼此還沒真的很熟悉 他偶爾會蹦出有點像是告白的話 但總覺得疑惑 例如他會跟我說他媽媽想見我 因為他說他媽媽想看他喜歡的女生是什麼樣的 他常常給我一種很奇怪的感覺 覺得經過幾次碰面聊天 發現他怎麼會比我自己還了解我自己 像是他說我沒自信 像是缺乏安全感 還有一些工作上的事 他好像都能看出我在想什麼 但又會亂想說他是不是其實在釣魚而已 以上這幾個疑惑點 都是今天跟朋友聊天朋友提到的 我也真正仔細去思考 我現在對他的感覺就只是朋友 不過心裡知道他似乎不這麼想 但他週末約我出去 我都不會排斥 但現在又因為朋友說網路交友 一定不安全受到影響 真的很不好意思 再有了您這麼多時間看這些內容 但真心想請教貝克叔這些問題 很感謝貝克叔看完內容謝謝你 哈囉很感謝一小姐來信 我覺得你的故事我不用去分析 只要聽完的人都會知道 這個人就是喜歡你 喜歡到想要帶你見媽媽了 你自己應該也知道吧 沒有人不喜歡 一個對象會一直想跟對方單獨約會 尤其是剛認識的時候 那你說你是想多認識他一些 所以跟他出去約會 他給你感覺已經是追求的階段 對吧你自己都說追求了 那你一定知道對方喜歡你 你的故事感覺像是說 我只是把他當朋友 我沒想到最後會變這樣 那你願意跟他牽手 最後也願意跟他繼續出去好幾次 那你到底是喜歡他還是不喜歡他 還是你連自己在想什麼都不知道 你的說法像是 我們只是朋友啊 他這樣的做法讓我有點嚇到 那你願意繼續跟他出去約會 說我想多了解對方 我被你搞得好亂啊 不確定你的想法到底是什麼 但我猜啦 其實你對對方有好感 但是對方的社交行為有點壓迫 讓你不舒服 甚至你會覺得對方有點怪 你不確定要不要接受這關係 假如你是想要跟對方交往 你覺得對方推進太快了 那其實你直接跟對方笑著說 你覺得對方太急太快了 希望對方緩緩別這麼急 那你對他是朋友的感覺 沒有要進入關係 那直接不要理對方就好了 不要你根本沒有要交往進入關係 你也知道對方喜歡你 還一直跟對方出去單獨約會 這樣其實蠻不知道在幹嘛的 你可能覺得單獨出去約會 只是朋友出去玩 對方就不是這樣的價值觀跟你約會 甚至還要帶你見媽媽 這時候你要對方接受 你的朋友單獨約會價值觀幹嘛 你感受不舒服 直接不跟對方出去不就好了 你只要約會 又或是互動上有疑慮不舒服 你都可以拒絕 又或是表示出來給對方知道 當然女生不太會直接表現出來啦 但你可以婉拒吧 假如你真的覺得不舒服的話 請問我可以牽你手嗎 他要牽我手 怎麼這樣 好可怕喔 好啊 牽啊 你真的不舒服被嚇到就跟對方說 太快了 你不舒服 不要為了顧慮對方的面子 忽略自己感受 你之後又繼續跟對方約會 他不就更會誤會 喔 上次約會可以牽手 那這次 可以 嘿嘿嘿 帶他見媽媽了 不要忽略自己感受 再來清楚自己在這段關係 你想要做什麼 永遠不要忽略自己的感受 還有保護好自己 好我們今天就到題材來到這邊 想看我的生活可以追蹤我IG 或是看我的第二頻道 本身生活 喜歡的話可以幫忙喜歡加訂閱還有分享 不要忘了開小鈴鐺可以找到最新消息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 哈囉我現在有線上課程服務 有興趣的朋友請不要錯過 可以點下面說明欄連結查看課程資訊 或是影片上面這個連結可以看到課程資訊 感謝你的收看 掰掰